你们觉得男人跟女人谁更累呢? 我觉得男人更累 姐妹们,你们先不着急反驳我 为什么说男人更累呢? 男人这一辈子其实挺可怜的 心是父母的,身体是老婆的 时间是给老板的,钱呢是给孩子的 说白了,男人一辈子都在给老婆孩子打工 能力强的吧,挣到钱了,有时候会变心 能力不强挣不来钱,说他废财 男人不仅得买车买房,还得攒彩礼 童年败给了试卷,青春败给了票子 童年败给了孩子,老年败给了孙子 所以说男人这一辈子好像没有任何时间是属于自己的 一个条件不好的家庭都会去指责那个男人 从来不会说因为哪个女人 没有一个男人因为女人不挣钱而跟他离婚 但是如果一个男人挣不到钱 很多女人大概率都会跟他离婚 有事业心的男人,你总嫌弃他天天忙工作没空陪你 没事业心的男人呢,你又嫌弃他安于现状嫌他穷 其实男人也挺累的 在父亲面前想做个好儿子 在老婆面前想做一个好老公 在职场上想做一个好员工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很多男人每一次下班回家都喜欢在车里待一会儿 抽抽烟,听听歌才愿意回到家里 我发现是一条分界线 因为推开了车门就是彩米油盐 他是儿子,是老公,是父亲 但是我们放眼望去 其实他没有任何依靠 男人只能靠自己 所以说大家少抱怨,多鼓励 下班回家给你的老公,你的父亲,你的儿子 你的男朋友多一点理解和微笑 然后我们女孩子也有自己的方向和目标 要能为男人多分担一点就是一点 两个人在一起,日子才会越过越好